歡迎來到 歡迎來到 馬上讓我們歡迎 十二名玩家入場 首先登場的是 獲得MVP次數兩次 並在資格賽中 殺出重圍的四名玩家 豆豆 張瑞農 冠魚以及小蝦 我們資格賽的人 好像比較厲害喔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首次參與冠軍賽 MVP次數分別為 三次與四次的 柯彭宇以及寶劍 反而是他就是場Drama 但我們在這裡更Drama 接著讓我們歡迎 MVP次數四次 榮維莎實力不容小覷的 曾慶岳 劉宇廷 黃宏璇 跳 跳 跳 走 再來讓我們歡迎 MVP次數五次 羅基於效果兼具的 兩位主持人 黃偉晉 賴燕俊 我跟賴燈丸子簽場了 我不知道我們在這邊幹嘛 最後歡迎 二零二賽 MVP次數永多 最多次也在 二零二三 榮流第二屆 榮耀勞動的 安妮可 那先講評 我要 Chirley 歡迎大家來到 總冠軍賽的現場 歡迎… 歡迎大家 本次的二零二三的年度總冠軍 是由二零二三年獲得 MVP次數最高的 前十二名玩家 來一同攪除 這個今年的總冠軍 沒錯 那我們二零二三呢 榮獲最多的人 就是我們想要領獎品的 艾麗艾奧 獲到了六次的MVP 今天心情怎麼樣 楊也很大 因為就是我剛剛很空虛 一個人儲藏的感覺 但是就是 會好好加油啦 會不會官方嗎 會不會 是好官方 OK 沒事…可以的 那我們這次的 這個總冠軍的陣容呢 有兩位是第一次 來登山總冠軍 就是寶劍跟柯鵬宇 我的天啊 緊張嗎 好劇情喔 很緊張耶 而且因為我剛剛是想說 我會怕拖累我的隊友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絕對跟總冠軍無緣啊 就是想說陪玩的陪跑 但是很怕得罪到別人這樣子 得罪 你們收到通知說 我有入選的那個心情如何 我跟你講我當下非常drama 因為我當下在做那個做臉 然後做臉的時候 就敷那個面膜 然後就一看那個訊息 然後一看 總冠軍就說 跳起來我面膜直接飛出去 是真的drama drama… 那你有drama的嗎 我就是覺得 好帥喔 這樣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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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把自己做好的準備 好好的展現出來 這樣就好了 盡力而為就好了 來 期待… 好關鍵 對啊 什麼意思耶 好啦 那因為呢 我們資格賽 也是打得如火如荼 因為晉級的 有兩位是滿分入場的 來 痘痘跟小湘 你們可以 心情怎麼樣 對啊 不是總冠軍賽 是我得來不一 我現在好珍惜喔 因為資格賽有 超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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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沒有我這個導師 你們兩個會有點孤單 有一點 對啊 好不好看 沒有 因為如果你真的沒有晉級 我們就是除名耶 除名 除名 那小湘呢 就是新郎的他們都說 就是我跟寶劍是 新郎裡面全村的希望 所以就是 來努力試試看這樣 沒有…只有她 沒有… 只有她的希望 沒有… 小孩子也有機會啦 好的 那因為你 你之前拿過一個總冠軍 哪有這種揚言說 你每四年都要拿一次 來 今年你是勝券再無我 是不是 沒有 我覺得獎盃 也是在外面流浪滿久的 就是因為我得到第一屆了嘛 然後因為繞回一圈 我們三個都得過了 對 因為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圓圓啊 因為圓圓圓又回來了 對 OK 今天就期待 到底誰能夠拿到 這個總冠軍囉 好的 然後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次的賽制說明 我們總共會進行 十二郎 太多了 十二郎 竹籃 竹籃 那每場遊戲之後 結束之後呢 我們每位玩家都要選 要分順序 分順序 選三位你覺得玩得 操作最好的玩家 為什麼要分順序呢 因為這次的積分有一點 我們調整了一下 如果是你的第一名的話 它可以獲得兩分 第二名可以獲得1.5分 第三名可以獲得1分的積分 所以呢 這個排序是不分陣營的 只要你覺得它操作好 你都可以選 那每一場 三場獲得的積分 我們不會即時公開 在整個三場結束之後 積分最高的那個玩家 就是我們2023阿倫莎的總冠軍 好的 沒錯… 講完會的時候 就能講獎品了 好的 我們獎品有什麼呢 首先可以獲得我們 瑞亞環保提供的 即許淨熱合一耐濾淨水器 擁有獨家專利技術的 美國百年科技品牌 其意盡水 打造出呢 能保留八大礦物質 除熱式調溫 節省70% 除下空間 以及超大熱水流量的功能 不管你要泡咖啡 或是你要煮飯 都能更方便喔 接下來可以獲得 由OVO提供的 推推閨蜜機一台 免組裝機台 讓你推到哪看到哪 27吋高畫質顯示器 讓你擁有無限追劇新體驗 螢幕還可以旋轉180度 傾斜45度 升降20公分 輕鬆調整你的 健身追劇打遊戲的最佳視角 採用特斯拉級 磷酸鐵離電池 首創續航八小時 娛樂不間斷 以及那邊獲得我們 由H&D東道家具所提供的 電動單人沙發 馬丁尼高背貓刷布 機能電動沙發 一鍵就可以找到 最舒適的角度 無斷式的請養 展開最高160度 輕鬆的養躺 也可以讓身體得到 深度的放鬆 那我們的貓抓布 表皮耐磨 防刮 抗污 所以你有擁有貓小孩的你們 也非常的適合 最後我們獲得由 KP記憶香氛提供的 潘朵拉的秘密經典禮盒組 洗髮露 沐浴露 身體乳護手霜 擴香一次擁有 將輕生香氣巧妙融入 你的生活之中 就用KP記憶之藥的 每一款香氣 帶你體驗不同的 不同意境的感受 以上總價值超過十萬的 我們都可以用總冠軍 藝人帶回家 OK 當然呢 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也有機會獲得好禮喔 所以呢 只要鎖定 我們總冠軍賽兩週的播出 然後並且呢 上娛樂百分百光網 參加2023總冠軍系列賽的活動 然後就有機會獲得 我們KP記憶相分所提供的 潘朵拉的秘密經典禮盒組 所以呢 你週週都參加 重獎勵就會越高喔 那詳細的情形呢 你們就看我們 娛樂百分百的 官方網站的公告 沒錯 那在進行第一局的賽事之前呢 我們要先抽出 第一局的座位好了 有請阿翁上台 好 來 沒在選 你抽一個 超緊張… 你先抽 七 二 四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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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有沒有一個十二 十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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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七 六 十 八 好的 抽籤完成 2023年度總冠軍戰 第一戰馬上開始 好的 我們第一局呢 就是玩我們混血兒的警長局 那狼人的配置呢 有四隻小狼 然後隨時可以翻牌四包 好 那繩子的部分呢 就是有 那傻瓜呢 是被票出去的時候 可以翻牌自證身份 但是他可以留在場上 跟大家繼續聊天 只是沒有投票權喔 然後呢 如果狼隊要圖繩的話 是不用圖傻瓜的 特別再補充一下 狼人自爆的時候 是會有遺言的 OK 好的 那要講一下 今天有一個特殊的角色 叫做混血兒 他在天天晚上呢 可以選擇支持在場的一位玩家 但是你會不知道那位玩家 是好人陣營還是狼人陣營 你必須要靠白天的錶水 來分析 到底你這一場 要幫好人玩 還是狼人玩 混血兒 一定都是金水 那混血兒 不論支持哪一個陣營 他都是平民的身分 所以狼隊要圖名 也需要圖掉這個混血兒喔 好 那本局採雙暴吞警徽 警長1.5票 沒有問題 就請確認角色散敗 天黑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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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黑曬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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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 差不了順序 2號 順向發光證件 沒有沒有 沒事 日常上景 想說上來點評一下 然後名牌的時候看到 5號在警長 就是我們在抽牌的時候 他也一直很著重觀察大家 所以覺得5號好像有事情要做了 然後還有一個很認真觀察大家 是10號 所以10號可能也是掛身份 目前只明到這些資訊 然後就聽後面看誰比較像預言家 我覺得 4號發言就是想說 冠軍賽打一些不同的操作 我是上來想要點評預言家的 就是我沒有要跳 然後我就是單看這個 上景的人的一些掛像 前面只有2號先發言 那2號在我資料庫裡面 他現在的狀態神情 跟他的發言 暫時先偏好 那其他人我還沒有特別聽到發言 但因為聽2號發言的時候 我順著看著1號 就是1號的脖子很抖動 就是一種生理反應不踩他 但我只是覺得 1號有沒有可能是那個要起跳的 就是預言家 對 就是 這是我前面觀察到的 然後我旁邊 5 6號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8號我覺得 微微光看掛像 我先保8號 原因是因為我在街道 我要入狼殺冠軍賽的時候 我大概對7 8 9 10 4個不熟的玩家 做了大概有50場的功課 然後呢 8號的表情 從他出燈版 2019年的CUS 8號開始 對 就都是怪表情很多的 他當狼 他的身體很誠實 所以我覺得 我對8號的資料庫 還滿充分的 對 所以我暫時先 覺得8號像好 那9號 目前沒有看太多什麼 因為他臉一直撇到旁邊嘛 那12號感覺來勢兇兇 來勢兇 但是這只是我 單看掛像的一些分析啦 那我前面我覺得比較做好的 2號發言挺好的 然後我覺得8號掛像滿好 然後5 6沒有感覺 先這樣 過 我聽完2號 我覺得2號還行 在井上沒有打操作 雖然他點了一下我 但我覺得2號的整體的發言 感覺是滿舒服的 但4號 我覺得4號大概率有可能摸牢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自己覺得4號 去空保了一個8號 在我這邊 我是覺得比較開眼的 就是雖然說它是米掛像 但我自己覺得 沒有聽發言 就去保到後面的牌 然後點了12號 就是他幾乎把全場的掛像 都點了一遍 我自己覺得 在我這邊4號可能 對我來講 那 因為他有去講1號有沒有可能起跳嗎 我如果在想說 1跟4有沒有可能作為一個 就是隊友 就是我自己這樣想 因為4有去點1 所以1有沒有可能起跳 那或許是不是1是那張比較要看跳的牌 那4是他的狼隊友 我自己這樣想 就是4 他是有把他的一些工作量在 就是他在這個第二支位 我認為工作量有點多 在我這個地方認為 當然在聽聽發言吧 因為4的 本來的格式就這樣子嘛 4的發言格式本來就這樣 但我覺得4唯一的好處點就是 他有去點說2還不錯 那我自己覺得2也還不錯 那如果1起跳 然後1又跳得不是很好的話 我會更懷疑這個4號牌 有可能是提前給1號工作 就是我自己是這樣想的 那反正就聽聽後面發言 就講過了 好 我也是一個微日常賞金 那我想要聊聊我的名牌 先聊景上好了 剛剛景上的話 我覺得2我還不錯 4我覺得有一點沒那麼好的原因 是因為4號他非常會看 我跟2號還有11號 可是4號他的發言是說 所以我會覺得 我覺得4號應該可以對我 有一些點評 可是他沒有講到這個的時候 我會覺得 是不是在保有一點空間的感覺 所以前面 2 4 5 比起來我會覺得 4稍微比較差一點 因為5號跟我看法滿像 也認為2號 也認為4怪 所以我覺得前面4可能先 先進我的問號區 然後我的名牌是 那1號是抽到牌的感覺 他不是很喜歡這張牌的感覺 就是很帶身分 然後8號是 我在看8號的時候 8號一直在 就是你有一個一直在看7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會聽一下 8號對7號的點評 那10號是眼神也狂飄 就是我米10號的時候 10號眼神是一直左右狂動 所以我覺得 1 80就怪 然後3號是 因為他今天身體微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看起來就也不是很開心 所以 可是因為他身體微樣的關係 我不會把他就是覺得 特別怎麼樣 但還是要聽發言 畢竟現在井下只有 3 10 11 所以 因為前面2 5跟我自己 我都覺得滿好的話 可能後面假如說出兩個對調 我覺得 對 那我就是好人日常下影錦過 然後我的井回流會先壓5 井上的5 跟井下的10 然後3號跟11號就看上票 然後 然後 待會兒後面的是1 9 12嘛 等一下只要1跳 就是他汗跳 只要1汗跳 我會直接保6 因為6是井上對著1說 他好像拿了一張什麼很 很怎麼樣的牌 然後很猙獰怎麼樣的 所以 如果1跟6是雙狼的話 6不可能在這個位子 直接給自己的隊友壓力 所以 等一下如果1跳的話 我會直接保6號 1沒跳的話 6就是井下來聽發言 然後我井上會想要驗5 是因為 我獨立聽2 我覺得還不錯 還滿像好人的 我覺得4能夠在這個位子 直接去保下2的話也還不錯 然後4是直接說我很像好人的嘛 所以4這一票一定是 幾乎是要跟著我走的 所以 5號就相對稍微 近我位子一點點 那 驗7的心路歷程是因為 就像6講的嘛 6說的 6說的也是實話 因為我看6跟7是看最久 看最用力 那我覺得7的掛像不太好 那我也沒有辦法 單純用聽他的發言 就直接判斷他是不是好了 所以直接用驗 那7是個狼 然後現在對我們好人 是非常有利的狀況 是因為7在井下 那會有一個人跟我焊跳 所以我的視角已經有兩隻狼出來了 所以待會就是 就是 誰焊跳 最好是1焊跳 1焊跳就1跟7雙狼 然後我會直接保6 保6的理由也講出來 然後再講一下我剛剛看到的 就是在 因為我怨家 所以我會觀察大家 我在看就是要待虧之前 8跟12是最晚待虧 然後他們兩個互動也很多的 所以就感覺有很多話想要說 那就這樣 那82跟1裡面會採一個焊跳 然後後面全部聽發言 那我是預言家 你是 對不起 9 我說9 可惡可惡 9號 然後 2號也認到我了 所以我現在有2的票 4的票 然後 7不會上票給我 所以我需要請下的 3 10 11 就是是好人的話上票給我 好 那 好像都講完沒什麼Lost 要把7茶沙 然後驗5 驗10 那我是對3跟11就是相對有信心 如果是好人的話會上票給我 好 那 不是說10不好就是 敬驗不代表你是狼好不好 OK 5 10驗7茶沙 我是預言家 過 好 我是預言家 12是我的精髓 我命拍的時候是看了1 5 7 10 12 看了5張拍 然後為什麼我會查12 是因為我在入夜前是一直看這個12 然後12給我一個詭異的笑容 然後我訂它又不是訂得非常準 所以我驗了這個12 然後12是我的精髓拍 然後我想一下 8的師姐剛剛一直在保這個6 我覺得有點像在摸頭的感覺 然後他點這個10 我就覺得有點像在點隊友 因為10給他的反饋是有點 就是看了一下然後微笑了一下 然後前之位點評的話我覺得2 滿像一張好人牌的 就是敏牌的時候我覺得2就不錯了 然後剛剛2上檢的時候 他是有點5的 他說我9篇輕鬆 其實我在做那個動作偏輕鬆的時候 其實我是希望狼可以抿到我是 繩子牌然後來刀我 那我這樣子我就坐時陰水浴 對 然後4的話我覺得發言還行 不過他就說了一個謊 是因為他說 他看了8 9 10 11 接近50場 我好像來這邊沒有到50場 對 然後他說他 7 8 9 10 反正就是他說他看了很多場 但是 他完全沒有點到我這個9的掛項 對 他只點了這個8 所以我就認為4 8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是同陣營的 就還要再聽聽看 可是4的整體發言來說是還不錯的 那7是 7是8的茶沙 那可能就先當反向 然後6當摸頭的話 那就先不點坑 對 因為我怕錦下的玩家會上錯票 我是原家牌 12是我的精髓 我錦會6就先壓一張10好不好 是因為我覺得8跟10在對話 我先壓一個10 然後再壓一個頸上的 算了 我壓頸下好了 我再壓一個11 我壓10 11好了 因為前置位有些都聽過發言 我以為還可以聽發言 對 我壓10 11 12是我精髓 預言家 過了 站9邊的原因跟大家講一下 原因是因為 9在那個位置他的發言 頸會流 我覺得他流得滿好的 因為他雙壓頸下嘛 因為其實頸下的人非常少 只有3 7 10 11 所以我覺得他把頸下驗乾淨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身分 然後我覺得8號發言 然後因為通常 通常會講錯自己號碼的人 通常都滿緊張 加上你的頸會流是說 先5後10 你頸上抓一個5 可是你保6 可是你要想 6的發言 完全是比較偏貼合5好的 因為他們都去踩這張4號牌 然後我覺得4號牌 是一個很奇妙的牌 因為他直接隔空保了8 要嘛4號是玩得很裸露的混血兒 要嘛是混血兒 要嘛是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什麼視角 可以隔空保28 你只能是混血兒吧 或者是 很會看的人嗎 我不知道 因為你保8這個行為太怪了 所以我覺得 然後 我覺得2可能要再觀察 因為2是在8跳完的時候 退水的 所以聽起來 2很像是直線任8是真原家 但我自己比較站9邊 然後我先講為什麼站9邊 原因是因為我在入夜的最後一刻 我跟9是完全沒有 就是看不到彼此 因為我們中間還有兩個人 所以我們這樣繞… 然後我看了一下9 9了一個微笑 就讓我覺得 所以我是想站9邊 但他雙壓緊下 我先講喔 針對緊揮流的話 我是覺得9的緊揮流壓得比較好 因為他雙壓緊下 先把緊下摸乾淨 然後還要講什麼 我想一下喔 8還有一個比較怪的點是 他保6 他去踩5 這個是我比較過不去的 因為5先踩4嘛 然後6也覺得4不好 那你怎麼會先保6去踩5呢 這是我比較納悶的地方 反正我先站9邊 然後等一下看1號 過 很棒 我好像上個禁 然後就被大家 一直針對說什麼 我是在汗跳 我沒有要汗跳 我沒有要汗跳喔 我只想說因為總冠軍賽 然後我想說 我每一場都要上禁 因為我怕我第一局站不到邊 然後我想要先聽一天 然後再來站邊 然後 我比較想要站8邊耶 因為我覺得巴勒的心路歷程 非常的完整 然後巴勒的視角也跟我很像 因為我剛剛聽完就是 井上的發言 我覺得 因為有人踩到4 可是我覺得4滿好的 是因為4他說他做了功課 然後分析很多人 可是他並沒有 就是我覺得他可以 以這個分析而去 而去踩人 可是他沒有 他是覺得分析完 然後誰是誰偏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發言對我來說 我覺得4是偏好的 所以4 5 6我會覺得 因為5就直接把我跟 1 4直接打成隊友 我覺得有點打得太快了 太早了 就是4對我這樣喊話 為什麼我就要跟他是隊友 我覺得很問號 然後6也有打到一個說 他覺得因為4號沒有看到 沒有講到6號 所以他覺得4不好 就是我覺得4 5 6聽起來 5 6會4再不好一點 然後我覺得8 8滿像曾鈺的 然後他發7茶茶的時候 我也看7的表情 我也覺得7滿尬的 然後我覺得因為8 9來8的話 8在錦下發了一個茶茶 所以他就是不要這樣飄 所以我會覺得 8發了比較像曾鈺 好吧 這樣做 我等一下想要再聽一輪 然後就這樣 過 8號 登學警長 警長決定請 公布轉一下吧 警長決定請坐緊用 7號 開始發言 自爆 自爆 7號 請發表明明明 我不給資訊 過 我不給資訊 過 不好意思 天黑是第一人 幾乎 6號 2號 在… 3號 4號 瀕飄 快出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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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 我覺得剛剛 剛剛以我自己看起來 九號就不是那個 想要起跳的 汗跳演員家嘛 因為他放手放得很突然 我覺得他如果是一個狼 要去做這個操作的話 有一點點不合理啦 那只有可能是 十二號嘛 不然你為什麼 起來新第一個 把十二號的精髓 那你又不確定 十二號的身分底下 所以你退水了嘛 只有是這個可能嘛 好 那我自己的 我剛剛聽了這邊的發言 我等一下回應六號對我的質疑 我先這邊的發言 我覺得 一號他的發言上 感覺很像 但是呢一號在發言的時候 十一號給一號非常大的壓力 就是眼睛真的非常大 就是因為 在他真的很大很大眼睛的時候 一號那句話是說 他站八號邊嘛 那一號說他站八號邊的時候 十一號給一號非常大的壓力 對我來說 很像十一號再跟一號對話說 你怎麼可以沒有衝票 的這種感覺 因為他給那個壓力不是一個 很健康的壓力 就是他站誰邊 你不需要去瞪他 所以我覺得 十一號這邊有點入我的坑 然後 那這樣的話 謝謝老師 然後這樣的話 我會覺得 十一跟一像雙狼耶 因為一號本來的發言 我這邊是保好的 但是十一號給一號那壓力 我覺得是不對的 就是你不 你知道像我在發言 你不會給我太多壓力 他們前置會在發言 你也沒有給他們太多壓力 但是為什麼 你偏偏給一號這麼大的壓力 我覺得這邊很怪 這樣七號自爆 做十八號是爭議員家嘛 那好 就只能說 十二號跟一號 是其中一個原本要起跳的人 因為剩他們兩個在墨姿位 沒有人起來汗跳嘛 那我會認為九號混到十二號啦 那我不知道十二號身分什麼 但我可以以這樣推理來說 我覺得一號跟十一號是雙狼 加上七號自爆 那好 回應一下六號 為什麼我沒點評六號 是因為 我答應過你 就是我在第一天 我絕對不會去敏你的掛像 有 絕對有 在我們私底下 我剛剛講過 不會去敏他的掛像 所以我覺得第一天 我先放過雨婷 但是孫悅踩我 孫悅這邊我有點問號 是因為他踩我的理由 我沒有很接受 雖然他有他的論點也合理 對 但是這邊我就是一個問號 那我覺得十一號跟一號 在我的視角 做為雙狼的地方底下 寶劍滿好的 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寶劍他 他在當狼人的時候 他會起一個非常非常高的狀態 去掩蓋他是一個狼的身分 但是他當好人的時候 會明顯放鬆很多很多 就是寶劍這邊 雖然我還沒聽他發言 但我的單瓶狀態的話 我可以先微寶 所以這邊是我前面 沒有點後面的原因 是因為我還沒聽到他發言 那如果你說 我必須把大家都點一遍 我就講給你們聽 那我這邊會覺得 十一號跟一號 在我的視角會是雙狼 那三號我覺得是一個好人身分 因為完全沒有任何 想做事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他可能是 抽到他不喜歡玩的牌 所以他變成這樣 那這邊我會覺得十一一入坑 然後七號是狼自爆 那我會覺得是五跟十二 還有九 三個容錯 那我可以從九號 我覺得九號大就一個混血了 那我們就可以摸摸 十二號跟五號的身分 然後我是一個好人排過 對 對 一點口誤 一點點 對 但是也有可能 狼混不知道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 我覺得剛剛那個格局來看 一跟十二 就是九 九位覺得他應該就是 再打一個操作的好人 那到底十二跟一 誰是原始起跳位的話 因為我覺得十二 不會那麼笨 就是十二的視野裡面 一定會知道 八是真的預言家 因為查到了七成 就如果十二你是狼的話 你知道你的狼隊友 被發了查殺 所以八一定是真預言家 然後九發你精髓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本來要跳的話 你就會說 我才是預言家 然後什麼什麼 你不會在那邊 我要站九邊 然後就是挺一個 假的預言家 因為你可能會知道 他要退水 所以到時候你就很沒力度 所以我覺得十二 不像是原始起跳位 我覺得反倒是一號比較像 就是他選擇去 站邊一個真的預言家 想讓自己的身分可能很高 或什麼之類的 就全場退水 剩那個預言家在 我覺得比較像 宇農會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要看十二 跟一號的 就是誰比較像 原始起跳位的感覺 我覺得是一號 因為偏笨 就是 就是 我在看誰會做 那個偏笨的決定 就是感覺一號會覺得 那沒關係 我就站那個真預言家的邊 退水了 你看 我站對邊了 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小大 不會做這件事情啦 好 反正 可以再聽一號第二輪 因為我覺得十二號 剛剛的站邊九 他自己也講得很 就是很有氣勢 很有感覺 就是感覺你好像 真的好人在選邊站的感覺 那錦夏的話 其實已經證實鐵狼 那我跟十一跟十 其實我跟 因為我還沒有聽 十跟十一的發言 那我自己的觀察 銘牌的話 我會覺得 十是比較有掛像 就是我跟二看的是差不多的 就是十的掛像比十一多 然後 如果錦夏要再抓 第二隻狼的話 我可能 可能會比較偏十一點 因為他剛剛 在錄業之前呢 我有看到就是 我最一開始 我們確認完角色身分之後 他是到面具要戴之前 他還看一下左右 然後再戴 就是偏 偏有一點 一愛演戲的感覺 偏劇情的感覺 對 對 沒有 景象都還沒有聽到嘛 就是十跟十一 所以還是要再聽一輪才知道 我只是覺得 我的名牌先那樣子 然後 剛剛四號有一個小口誤就是 他想從 就是五十二九來抓什麼 一個什麼龍出來什麼的 可是五已經接了一個精髓 那 反正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那個混血的到底是 你知道混到好人壞人 我覺得我還沒有必要 排到那邊去 因為我覺得太亂了 那二號感覺是 全場賣給我的好人 就是不管是 就是每個人 沒有人在講你壞話 所以二號感覺是滿好的 然後 因為如果我懷石 一七的話 再抓一隻的話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這一隻我真的不知道 在哪裡 你要說是景象的豆嗎 我根本還沒聽到發言 還是景象的 六嗎 我覺得六那時候打一的這個東西 因為我現在有點質疑一 所以六打一的這個東西 我會覺得那六可能偏好 難得就是四囉 我可能就是 這樣排... 可能就是比較是這個四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我先抓四隻 一七四十 對 大概十十一再聽啦 再聽 過 好 我 我剛剛會這麼 就是覺得八號就是預言加薪 因為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 我每過下人的時候 有五跟十 就是感覺有身分嘛 然後他警衛有就是留五跟四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 七茶莎這件事情 是因為景象只有四張牌 所以 他等於不要七號這張牌 所以 要嘛就是他景象有很多 其實他三個都是他的狼同班 他才敢發七茶莎嘛 所以我覺得八做這件事情 是好的 而且他保到六 就是我覺得視角很真 因為我覺得六 也是在我這邊滿好的牌 所以我才會很直線 覺得八真的很像預言加 然後 因為我本來也有對調的人是一號 所以想說一號真的 掛相不是很好 那我就 因為我在景象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過 我認到會退水嘛 所以想說 那我就先 認八是預言加 所以我就直接退水了 然後 我覺得 一號 是定郎耶 因為 因為他起身低 就說 我想站八耶 跟你們不一樣 可是前面只有十二一個人 發表意見 為什麼會是跟你們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有點慌 我比較想要站八邊耶 怎麼辦 跟你們不一樣會站錯 反正他這一句話有語病 因為前面只有一個十二號 有發表到預言加之後的言論 那確實是你跟他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你起身的那一句話 有點慌 而且你點到五不好 但是五現在是 發言出來的精髓 所以 一的視角就跟我們大相反 所以我覺得一號滿像定郎的 那四號在 第一輪跟第二輪的發言的時候 都直接把一號點爆 所以就算四號有一個口誤 但我還是覺得四號滿好的 因為何必賣隊友 就是也沒有狼王 所以我覺得 即便四號有那個口誤 還是覺得四號滿好的 因為他起身直接說我是好人嘛 然後瘋狂才這樣一號 然後剛剛他發現 他有口誤的時候 那也很不抓嘛 就是他也很沒有在演 就是好像真的 對…我口誤 所以我覺得 四號在有在那邊滿好的 然後九號的操作 九號的操作 然後我覺得是好人沒錯 可是我覺得 現在覺得坑位好擠喔 就是 要嘛 因為 不然就是要再聽一輪 久的發言跟用途 因為他也有可能用這件事情 來做高他自己的身分 這件事情 所以要再聽聽 然後 十二跟一 如果要選一個原型調味的話 就是一 因為十二 如果他自己被發言當精髓的話 他其實起跳 他自己起跳的力度會更大 他沒有必要贏下去 所以我還滿像從三號去講 一號比較像原始起跳的這件事情 再主要再聽一次一 讓我覺得一號可以出去 過了 我覺得 二號把我打得好死喔 因為剛剛景上 妳一直說什麼我口誤那一個 說什麼 我跟你們想的不一樣 那是因為我聽完十二 十二跟我站邊不一樣嘛 那我講這個你嘛 跟你 就插那個字 然後妳把我打超死 然後因為我站邊對了 所以現在 現在二 三 四 全部都打我 那你們怎麼不會覺得 十二才是那個原始起跳味呢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原始起跳味的話 我起來 然後我去認一個正譽 然後幫這個正譽號票 然後需要 去幫他就是搶到這個景色要幹嘛 我就自己跳就好了 如果今天拿一個狼牌 我跳 就是我發言不好 那我 所以我不懂為什麼 你們要現在把我打那麼死 然後覺得我就是那個 原始起跳位 然後因為我站對邊 超級奇怪 然後 我第一輪 我沒有把五號踩死 我只有說四 五 六發言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四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四在分析大家的時候 並沒有把大家踩得很重 所以我覺得五 六偏不好一點 但我沒有把五 六打死 我只是說四比他們兩個還要好而已 然後加上剛剛四有點到說 四我還是覺得妳是張好人牌 雖然妳有點到說 我現在是妳的狼牌 因為十一看我那一個 我是沒有感受到 十一給我什麼壓力啦 對 我不知道 四觀察到十一給我什麼壓力 她眼睛突然瞪大 可能是你們 互相彼此比較了解 所以她是怎麼樣 我是沒有感受到 為什麼十一給我這個壓力 所以我待會也想要聽一下 十一的發言 然後我覺得 我現在狼牽可能就會排在 二 七 然後我想要聽一下 十二的發言 因為... 因為其實我抿牌的時候 有抿到我覺得酒 算是偏輕鬆的 所以我其實 我酒在跳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她像一個真語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十二會去認到這張九號牌 所以我會說十二跟我認得不一樣 這樣子 那我後面想要著重聽一下 十一 十二號牌 然後二我現在 現在是入我浪課來的 對不對 過 那就好像只能票一了 我先跟一號講就是 如果你是好人 你一定要打死我 因為在九號跳之後 只有我們兩張牌 所以我們兩張 有一個一定是原始起跳位 所以如果你是好人 你就要打死我 你才會是好人 而且你還要聽我講話 所以我先講為什麼站九邊 反正我這場 我覺得一很像原始起跳位 我站九邊的原因是因為 九起跳了 然後我認為她跳得滿完整 加上九號真的是在入夜前 跟我最後一個銘牌 跟我錦上講的一樣 所以九在跳的時候 她雙壓錦下 我覺得這個東西 她壓得滿好 因為錦下只有一二 只有四張牌 然後我就先把錦下摸乾淨 再去抓錦上錦下的狼 有幾個 我就會比較好 所以九號對我來說 她的錦灰流 跟她跟我錦牌的時候 都還滿正氣的 所以我不知道她退水的 用意是什麼操作 不知道什麼操作 所以我覺得一是原始起跳位 再來我想踩一下 我覺得三滿好的 因為三剛講了一段 我先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認為 我是原始起跳位的話 在九號發我精髓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 大好表現的機會嗎 我大可說 我才是健院家 什麼… 我力度超爆大 所以如果你們要懷疑我是原始起跳位 我直接接著九的精髓的時候 我才是真的預言家比不就好了 然後再來我想七號自爆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七號自爆的點是 完全沒有要讓八號換錦灰流的 然後它的錦灰流是 所以我會對十號牌非常的著重 然後錦下 因為五是精髓了嘛 那我得把四放在容錯裡面 很容錯的容錯 原因是因為四隔空寶石 不是 我一直覺得 四的名牌都很神奇 沒有 因為你隔空寶石這個點 我自己有點 沒有辦法過去 因為你彩藝非常的棒 你彩藝很棒 然後但是你隔空寶石的原因 只是因為你認為 十號的狀態很輕鬆 媽 然後你也彩了十一嘛 所以你的狼羹叫做1 11 7 然後跟一張5 12跟幾 你說5 6 12開一個嗎 5 6 9 12 5 9 12開一個 那因為5已經是 5已經是精髓了 所以我就覺得你的口誤 先放容錯啦 反正我覺得2滿好 3滿好 5精髓嘛 我覺得6在井上的發炎 6井上的發炎我是認為還不錯的 然後就… 我不知道9的操作是什麼回事 我剛剛有講 我先講 我認為10 11有可能開朗 10 11 然後我想要說中聽10 然後11 我覺得11從抿牌到現在 都很像一灘水 就你沒有一個想要 戰鬥的感覺 就是你知道 因為前面大誤會你 你一定想說 怎樣… 你沒有耶 你好平靜喔 好 我先打我狼羹好了 容錯4 然後9 9的話 9我再放容錯 因為我不知道9的操作 是好人還是壞人 過了 我剛剛沒有什麼人在踩我 我當然就是很平衡啊 但是有一個人一直要踩我 就是這個4號牌 我們就跟他戰鬥一下 4號牌踩我的點說 我看1給他一個壓力 一定是個 可能是有個同隊友什麼的 不好意思喔 是因為1號跟我站那邊不同 所以我那時候他第一句話說 他想要跟我們大家不一樣 他想要站8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給他一個皺眉頭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想要站9邊的 那個時候我是想站9邊的 所以我覺得4號拿這個踩我 很不合理 然後再來就是4號一直講錯話 他說那我們就從5號牌 10號 9號 10什麼 11號牌來講吧 你完全忘了5號牌是精髓 已經忘記兩輪 你第一次口誤就算了 還講了兩次錯誤 所以我不會給他包容度 所以我不知道12號牌 你給4號一個容忍 容錯 容錯4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踩4 所以我覺得12也很奇怪 為什麼不能踩4 4號牌踩人才輕強勒 我沒有想要保這個4 然後4號牌說什麼 反正就這兩點啦 就一直講錯5號牌 我忘記你是精髓這一點 我覺得不給過 然後再來就是他說 我跟1號是隊友給他壓力這點 我也覺得不給過 因為他完全沒有聽我發言 他不知道我看1的點是什麼 因為我急於這個1號牌的站邊 所以我看著1 他說他要站旁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我想站9邊 我覺得9比較像的原因 是因為9號牌說了一句 他說希望狼不要看出我是神 我覺得這個心態面超好 就很像好人的思考面 所以那時候我是比較想要站9邊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8號牌又要給我汗跳 發一個錦下查詐 但我沒想到現在8號是玉 那我還想...我想排個坑就是 我想打... 先打一下妳這個10號牌 因為10號牌是我旁邊 然後它的小動作很多 加上我一直覺得它有一種 一直發出一種效果音的感覺 就是一直... 就是那種 很像在掩飾自己... 掩飾自己的那種感覺 就有點緊張 所以我覺得10號牌是 我想要左種的 然後先把妳融進去 然後4號牌我覺得是狼 因為我不太相信 他可以這樣口誤這麼多次 然後還要踩我 他看不出我是好 再加上剛剛6號 你是不是也有講說4號踩... 4號什麼沒看到妳嗎 對 我覺得4沒有很好 然後... 再來就是12剛剛融這個4 我也覺得很奇怪 目前我先排一下 等一下給我一點時間 我想一下 原本是排1 4 70 然後現在我想要融這個12 然後4是... 我覺得4很像狼 然後10號牌要聽一下發言 然後1號牌還是要進去 因為1號牌發言太緊張了 不知道為什麼很慌 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2號牌還滿好的 滿輕鬆的 就這樣 然後我會聽一下10號牌過 好 10號發言 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你們剛剛還在 才久的很不合理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今天9號是張狼人牌 潛之衛他遭曾鈺騎跳發 他狼隊友查殺 他不會退水 就是最後他一定剛到底 怎麼可能最後放手 然後讓那個他直接單便宜 然後查殺出去 所以你們盤9號還是狼的 我覺得就很奇怪 因為9號怎麼排 你都是好人的視角 然後我覺得9號那個操作 其實我如果要盤12跟11 12跟1誰是原始騎跳 我也會盤12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他很像是 以為9號是混血兒混到他 然後他就講說 好 那你要幫我帶跳 我就跟你跳 然後所以他在錦上 我覺得講得也很緊張 他先說了 他覺得4號是混血兒 然後就講說也沒有來由的 講他是混血兒 然後說那我還要說什麼 就我覺得小賴如果平常是 爭域或是好人的時候 他不會講這句話去填充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開了沒 快點 開了嗎